接下来为您播出心理访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删删来迟的道歉 说你有歪息 这个不是眼网 给我海峡姑娘开机起起来 海峡姑娘也不要说 你别说了 你说什么都是不强大 我不要说 我从来没有一个歪息 我不承认 争执的双方是一对夫妻 那么他们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过节 竟会让彼此像仇人一样呢 事情还得从27年前讲起 1988年结婚一年后 夫妻俩的女儿小欢出生了 可是还没来得及品尝出为人母的喜悦 小欢的母亲说 她就一头跌进了痛苦的深渊 我生了女儿三天 她就打我 因为没能如愿生下儿子 小欢的母亲做梦都没有想到 丈夫竟然会对自己动了粗 小欢的母亲说 她不知道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孩子两岁的一天 她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是有一天有一个女的打电话来我家 喂 你找谁 打电话说的 女爱人在外面有个女人了 我说 哦 那是谁呢 她叫什么名字呢 她也不说话 那怎么办你过来吧 你怎么不说话呢 我说那是不是你 她也不说话 这之后 小欢母亲说 丈夫对这个家就再也没有伤心过 这个孩子嘛 从三到十二岁 都是我一个人的公子养的 她说她没有钱 那天我就说 我说我看看你爸爸里真的没钱吗 然后一捞就捞出 可能两千多块 我说你也给我五十一 然后他五十一人都不给 他就来抢 就抢了就死我 四十两半 后来我就把钱砸在他脸上 丈夫的所作所为 令小欢母亲彻底的心寒了 他提出了离婚 他妈我是疯子 不要疯 他说我不要疯 出乎意料 有了外遇的丈夫 却偏不离婚 我一直在家里离婚 他就不离 那我就觉得 你又对我又不好 你又不亲 又不在家里面 为什么要不离婚 不离婚 但丈夫人虽在家里 心却飘在了外面 这样的男人 小欢母亲说 哪个女人可以忍受得了呢 说不行了 我就自杀算了 但是我看不起自杀 我早就想自杀了 我那个时候挺痛苦的 他要在外面乱 他又不跟我离婚 然后我就想拿到披萨 我没有啊 外遇从来没有 对于妻子所说 小欢的父亲却断然否认 就是你不承认有是吧 不是 到现在不是说我承认不承认 这个现实可以了解 可以调查 这个人了吗 因为就 这个社会现象 本来有也没有 这个无所谓的 那么根据这个现实想 就是说我自扪心自问 一百遍 我真的没有 不仅没有外遇 小欢父亲说 他对这个家也一直都在付出 我早不负担 工资卡都是他拿的 我拿的不来 整个工资卡一分都没有 丈夫说的每个字 小欢妈妈说 都是在狡辩 为了女儿 她忍气吞声的 维系着这个家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 她这个人 却给女儿带来了灭顶之灾 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把架呀 天天打 无缘排骨子就要吵就要打 反正基本上就是这样 女儿小欢说 从打他记事起 似乎就生活在父母 无休止的吵闹中 但父亲好像总是要强势一些 以前我爸喝酒醉回来打我们 那时候我还上小学 然后反正打得很凶 就开始砸东西 小欢讲 这种打骂最后往往又会演变成一场家庭大战 这是乱七八糟的就是那种口交 说撕打 就那个鬼叫拉喊 那种哭啊 或者是怎样 然后我就记得 床就被打塌了 这样的撕打 小欢说曾经让他异常恐惧 多少次 他都祈求父母 不要再打下去了 我说爸爸 我好像是跪着 我跪着求他 我说爸爸 你别打我们了 我明天还要上学呢 但是小欢讲 他的祈求几乎就没有起到过任何作用 就是一个嘴巴子啊 或者是 你给我这样扒开嘛 然后我就跪着求他 然后 见得多了 习惯了 小欢说 他的恐惧 最后全都变成了愤怒 死打过后 母亲总会以泪洗面 但是小欢说 这还不是最让母亲痛心的 父亲对母亲 还有一种更为可怕的方式 他冷落我妈 我觉得女人不害怕打 不害怕冷 害怕冷落 害怕鄙视 经年累月 母亲过着这样的生活 小欢说 她慢慢感到了母亲的变化 正是这个变化 让自己从此厄运缠身 我妈就觉得 好像她没有希望 然后她就 打我不停的 小欢回忆 她几乎是被母亲打大的 她说 你很难想象 一个母亲 会对自己的亲生女儿 痛下这样的狠手 时至近日 她都无法忘记 就因为两个脚印 她所遭受的一切 那是初中的一天 她放学回家 着急上厕所 没来得及换拖鞋 而母亲又刚刚擦过地板 一站在上面 就是一个黑脚印 就那两个黑脚印 我妈就开始打我 就我的耳朵 使劲了就 然后拽我的头发 然后撕我的脸 一顶撕坏 然后把我打出去的时候 门就关起来 我就站在走道里面 头发乱七八糟的 然后耳朵掐的 还躺鞋了嘛 一不撕的肩膀露出来了 然后拖鞋只穿了一只 小欢说 从这一刻起 她觉得母亲对她的打骂 已然变了味道 觉得她不该看我 就觉得 就觉得她可能是有意义的 是一种发现 对于母亲 小欢说 她情感复杂 有的时候 我觉得我帮了也挺可怜的 但是这一切都是我爸造成的 我很生气 我生气 觉得她太笨了 她为什么总是 逃不出这个圈子 受我爸的控制 为什么她不敢 她不敢站出来 保护我也保护她的目准 而是 她愚蠢地站在我爸那一边 欺负我 我觉得她笨 打了她以后 我特别恨会 挺恨会的 其实我打她以后 我也很伤心的 母亲说 她也明白 不应该这样粗暴地对待女儿 但是 丈夫的出轨和不负责任 让她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了女儿身上 但偏偏女儿学习又不争气 也不会体谅心疼 她这个做母亲的 所以 面对女儿 她种种的委屈和怒火 不由地就喷博而出 好像妈妈只要一不高兴 或者你做了让她只要 让她烦的事 立马她就会对你施暴 就会打你吗 对 就是小学的时候 学习不好 妈打得多 打完了就抱着我哭 我那时候就觉得自己不该惹她那么生气 自己做错了该打 我也恨我自己 为什么老惹妈妈生气 对 做得不好 为什么老这样 能让她那么难受 但是后来慢慢地就是 从我特别记得 就是那两个脚印 从那两个脚印开始 我觉得我没有错 我不至于这样打我 这个不是打 这个已经是在发泄了 觉得她在胡闹 她就是想找个理由来打我 就只有这样的感觉 而且她后来给我承认错误 我在那哭 我说她不容易 我觉得完全我都不能理解 你对你丈夫 敢像对你女儿那样厉害吗 你告诉我 不是 就是你说 就是我 为我辩解的 就是说 因为难过 脑子就转不过来 这个不该打孩子 因为难过 就脑子就懵了 就打了是这样 这个我刚才看那个小片 跟看他们过程当中 我自己看看这个过程 我给看乐了 看乐了 你怎么能看乐了呢 对啊 刚才问说打人 他就说 我一急了以后 我就分辨不出来 该不该打他 打他后悔 不后悔 我就没有时间去分辨他了 一个成年人 一个正常身体状况 没有其他疾病的情况下 打人是不对的 打一个孩子是违法的 还要分辨吗 你有多大的气 在那一刻 能够这个 一下子我就晕了 我就不知道 我只剩下打人了呢 这一定是再给自己 找一个借口 再去解释 本身打孩子是错了 才会打他 不是说 故意的虐待他 打那种 不就两个鞋印吗 你让孩子拿起搓把 就把他脱了 就完了 再说他急着上厕所 就是脑子转不过弯了 不会考虑 这个不应该打孩子 那你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你是个习惯性 你都是这样吗 母亲在家里 在丈夫那儿 有没有这种尊严 父亲不给你尊严 你跟他没有办法 你把他转移到孩子身上 母亲愿意承认 这个事实吗 对 曾经有种心理分析 说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 夫妻也好 双方也好 他会把最不好的情绪 撒向弱者一方 对 女儿 是吧 谁是弱者 谁就成我的出气筒 在过去我没认识他 但是最近我认识他 其实就是说我做的不好 明明受了委屈是应该自己哭哭哀哀的 是个弱者的状态 却以那种愤怒的河东失吼的状态发出来 对 所以我觉得对小花的妈妈 我是觉得既可怜也可恨 是的 其实当小孩不是我们的本纪 就发现他父亲在外面 有外遇 就从那个时候 这时候我就压力比较大 好 我想问一下那个小韩爸爸 妻子认为你曾经是有外遇的 但是在小片你没承认 是你不承认这个事情 还是说这个事情你不愿意面对 外遇 他说的外遇就是一个女同胞 到过那里 原来在我的地方工作的 送我回家 那个人开车 是个小姑娘 开车送过 我说你怎么样强调 你说我可以 但不然害人 就因为这件事他怀疑 他就一直在怀疑 有一个有一个 不是在意 他跟那个开车的那个小姑娘 那个小姑娘我从来就说话没有伤害住他 因为我知道不是小姑娘对不起我 是我们家出问题 这个是一个 但是他跟别的女人我不知道是谁 也有经常打电话来听着我们的声音就不说话 是个女人打电给他们 就是说我有外遇 又不接电话 这个东西我真的到现在来说了吗 我不是说什么都想反认 我要那么多干净干什么 家庭都变这样 我是要解决问题的 对 那都是真相的 就是你是觉得你是觉得没有 就是妻子一神一会 我只觉得好像没有过 我真的是被他有这么多个人 所以到最后 变成这么一个样子 当然我自己是失败的 你自己是失败的 对 你失败在于哪了 自己也失败 家庭也失败 他爸爸在家里面是个食物量的顶端 所有的恶果跟这过程一定是他爸爸那来的 他父亲跟母亲的感情生活如果特别愉快的话 不可能有后面的这个恶果 我觉得我爸爸是从来没有家的概念 他不知道他应该怎么样对我妈 也不知道怎样怎样对我 他没有责任 完全没有责任 他心不在我们身上 完全不在这个家里 但是在哪我肯定是不知道 只有他自己知道 你心不在了 做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小欢的话让我们不难看出 这个家一切不快 怨恨的根源似乎都指向了小欢的爸爸 那么这个男人是否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他又愿意为此做出改变吗 女儿眼中他不是好父亲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有父亲 妻子心中他不是好丈夫 我就想拿刀屁死他 27年的情感纠结 彼此怨恨怎样消除 你这样的人就不敢有个家 你不敢有个女儿 心里访谈 山山来迟的道歉正在播出 父亲对整个家庭的冷漠忽视 引发了母亲情绪失控 粗暴的对待女儿 最终导致小欢对父母充满了怨恨 那怎样才能谢谢女儿心中的恨呢 心理专家希望通过心理互动 父母可以给女儿一个道歉 帮助小欢释放内心积聚的不满 从而缓和彼此关系 但出乎意料 父亲不仅不接受 反而还指责起了小欢 我曾经对他 他说是我讨厌 我对他要求去演艺点 我说人了嘛 做事应该是手高演的 不应该是眼高手的 他是己无所成的 我们很多的年轻人 从农村 从乡乡 到工作 为了追求一段幸福的路 他们是千辛万苦的 我不是读书就是唯一 他应该做一台做什么事 做一点 做一点 成一点 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其实你对女儿的这个表现 你也很不满 是意思吗 是啊 他对我们的志在 我觉得想不通 这个当中 我现在我慢慢在感觉当中 我是觉得有这么几个问题 一定在整个这个家族跟家庭观念当中 对孩子就是不重视的 我可以说你不是中男性女 但你至少对这个孩子不尊重 不认可 他在你们家一点位置都没有 有吗 没有吧 有 有位置 有吗 有 真的没有啊 妈妈说没有 爸爸说有 到底有没有 妈妈都说没有 女儿也说没有 有的 我所说的是什么 不要再伪装自己 再拿一个所谓的理由 在这个地方再来折眼 对 我不要求你们今天把这个头发呆了 把眼睛呆了 但是戴着面具来上这样一个节目 就不太愿意直面别人的时候 说明心里在哪儿 怕 躲 我伪装不想让人知道 你想用一个安全的 和谐的完美的方式来解决你们之间的矛盾跟问题 用一团和谐的方式 怎么能够解决 在观察团一再的全说下 小欢爸爸终于同意 他和妻子一起给女儿做个正式的道歉 此时心理专家特意让小欢穿上了一件布满尖刺的皮衣 这究竟有什么用意呢 道歉现场 父母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我先来吗 谁想来都可以 好 你想怎么表达 你怎么做 没有想到 刚才还不情愿的父亲 却主动要求先发言 那么他会对小欢说些什么呢 姑娘 我做错了 希望你两句话 都是爸爸多好 伤害了你 我希望真诚的回到我们过去最美好的时候 你他欣赏的这些刺子有没有影响到你对他要说你更多的更内心的话 没有 小欢呢 觉得不太舒服 我觉得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实际上不是做给把欢看的 你实际上是做给别人看的 你这样你能靠近吗 你往前走 他会把你穿透的 小欢 扎他 把他扎透 扎他 扎他的心脏 你疼了吗 我看你根本就不行 你想用这种方式表达 你爱你的女儿 你根本突破不了 你下来吧 觉得 他面对面的时候我觉得不舒服 觉得我感觉不到 感觉不到他的爱 好 妈妈 你觉得如果你用和爸爸同样的方式 不去顾及这些刺的存在 你能不能走进他 不能 你带着这些刺去面对你的爸爸和你的妈妈的时候 你能不能和他有效的 带有感情和真诚的沟通 没有 所以你们之间带有真情是感的沟通 真正的阻碍在哪里 在我身上的这些刺 好的 你知道他身上的那些刺是什么吗 是我们给他 是恨 大声说是什么 是恨 你说 也是恨 配谁 恨我 我们这是一个形象的投射 观众朋友们很清晰的看到 他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就是被一个刺 给割开了 而这个刺 就是他对父母的一些情绪和父母在教养他的过程中 给他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心理感受 你告诉他 你恨他们 你大声的喊出来 我恨你们 大声说 我恨你们对我的伤害 你们根本没听到声音太小了 使劲烦 恨你们不在乎我 不够大 恨你们忽视我 他内心里一直保持着或者充斥着对父母的抱怨 不满和憎恨 同时内心世界被抱怨不满和憎恨充满了之后 他的内心消耗会非常大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加了一分引导 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去把你内心的压抑释放出来 然后发泄的越多 实际上他自己内心里对自己的疗愈意义也就越大 你声音太小了 你告诉他我恨你 你喊 你大声的喊 你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刺拿掉 才能把这些真正的阻碍消除掉 我恨你们 我恨你们 再说 我恨你们 女儿恨什么 她说恨我们不在乎她 假设有一个刺就是你们不在乎她 你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个刺 女儿 我以后很爱你 我会很在乎你的 你相信我吧 我会感觉 爸爸要说话 我希望 真心实意地替你去思考 然后真真实实地给干涉做我父亲的孙子 对不起了 他想学的专业 他想做的事情 你们能不能尊重他 支持他 这根刺摆在这 你们的态度 你们具体的做法 让他满意了 他才能够让你摘掉这个刺 沉重的 因为他存在 你能满意吗 我能满意 你们过去把刺拔一个人 小欢身上的刺代表了27年来 他对父母的怨恨与隔膜 拔刺的过程 也就是小欢释放情绪 逐步谅解父母的过程 显然 刚拔下一根刺 还远远不能消去小欢内心的那些不满 我觉得你们很自私 从来没有为我考虑 只考虑你们自己 是 是 我也感觉到 对你的邀请 好像是很 超过了正常的 范围 我觉得你们对我不够尊重 没有把我当一个人 这是我第一唇草唇 没有觉得我也会难过 我也会伤心 我也会疼 我一会儿姐姐改善她 有什么事跟你好好地说 对于女儿的不满 始终都是母亲主动表达着歉意 而小欢的父亲却一直站在一边低头不渝 她的父亲是进入不到角色的 在我们心理学的注意里面叫做有阻抗 她的父亲放不下架子来 她对自己的女儿是不接受的 爸爸你要表达你对这个问题 你要承担的东西 你要面对女儿说话 叫女儿对着她说 女儿 对你不够理解 有时候 或者是强加于你 用我自己对人生的理解 强加在你身上 这是不够时宜的 我从此以后甘心地改善 女儿刚才说你为什么不把她当人 女儿对不起了 过去中心抱怨埋怨 把你的缺点 把你的缺点放大了 把你的优点弄长了 你真的说和做报告一样 我觉得不行 我真心地希望你 你能有触动吗 她是不是在做报告 爸爸的表达显然没有打动女儿 小欢流着眼泪开了口 觉得从小我没有像其他的孩子一样 骑过爸爸的脖子 然后可能一家 和欢欢笑笑的一起出去玩 三个人手拉手 是没有的 我希望 我希望以后你们也可以过得好一点 希望 你可以不要 不要再像以前那样 彼此伤害 我觉得没意思 小欢说 到现在这个地步 她不会再寄希望于父亲能够道歉了 她唯一的请求就是父亲能善待母亲 她俩过好自己的生活 演播现场 小欢说她不想再和父亲交流了 我 其实我觉得我很害怕 我这样做了 我觉得爸爸会很恨我 觉得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来这里 爸爸道歉缺少成立 女儿心碎拒绝交流 爸爸为何恨我 断裂的亲情能否弥合 姗姗来迟的道歉正在播出 心理互动由于小欢父亲缺乏真情 女儿失望至极而无法进行下去 那么怎样才能激发出这个男人内心的情感 让她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对家庭勇于承担呢 在一定意义上讲 妈妈和女儿都是受害者 也就是妈妈的疼和女儿的疼是一致的 专家解释 这个家庭母女俩对这个男人的愤怒和失望 情绪是相通的 这个家想要步入正轨 爸爸的态度非常关键 所以专家决定 小欢爸爸必须继续道歉 而这次道歉的对象是小欢的妈妈 如果小欢看到了爸爸对妈妈真心的歉意 她还是可以接纳爸爸的 我们当时有一个担心 害怕妈妈不敢面对这样一个内心 感觉到很害怕的一个丈夫 让女儿在旁边给她祝祝威 也就是说女儿和妈妈结盟 那么接下来小欢爸爸真的能诚心悔过 做出道歉吗 三个人之间的感情纠葛能否慢慢化解呢 你背叛过她吗 没有 我真的没有背叛过你 小欢爸爸对这个关系改善的 来自于内心深处的那种抗拒是很强烈的 他说的都是些冠冕堂皇的话 所以我们当时直接说了你有没有外遇 你前有没有前十二年把你的工资交给你的妻子 你没有背叛过她是吗 我没背叛过你 我做错过 但是没背叛过你 我只是打过你 自私过 没提你们的事情 家庭很少做事 你十二年养育过孩子吗 在她十二岁之前 很少 对不起你 但是 今后我做的更好 你能理解她心里的痛苦吗 连 什么痛苦 她现在是说不过名状的 甚至把她的痛苦都转给 妈妈 实际上都是我伤害她的结果 是我伤害的 其言还在意我 对不起了 妈妈你能面对她的道歉 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没感受到真诚 妈妈没有感受到真诚 不能掩量 妈妈要怎么说 你说 从小到大就是我一个人 帮她带大的 隔壁娘娘才是她的奶奶 才是她的爷爷 老子才是她爹 你说我能掩量你吗 多少老子都是关心她 帮着她度过难关 你哪一分钟想过她 怎么掩量你 这些年是为了孩子 因为孩子没有个爹根 你哪 没有毛根 不行 所以才 人受一切 跟着你 而且我觉得你看不起她 是 她有的时候笨 有的时候说话粗鲁 有的时候没有知识 没有水平 不像外边的女人会装 会化妆 会装腔做事 好像显得很高贵 但是其实什么都是她扛着 她让你有这个家 不然你什么都没有 像你这样的人 不应该有个家 你这样的人就不敢有个家 你不敢有个女儿 你哪里有个女儿啊 像你这样的人 你原来能长到现在吗 你原来能长到现在吗 能长那么大吗 小欢母亲哭着诉说自己的委屈 突然间她情绪失控 就是非常提倡的 竟然冲向了小欢的飞机 你这样的人 你不敢有个家 你不敢有个女儿 你哪里有个女儿啊 像你这样的人 女儿能长到现在吗 能长那么大吗 你找出来 小欢妈妈打小欢的爸爸 这个场景 我觉得在很多的治疗当中 是不太提倡 但是在我们这个 现场的干预当中 这是非常提倡的 因为她这个家庭动力当中 这个小欢妈妈长期处在一个主导者 并且属于施暴者的角色里 那么小欢的妈妈长期处在受害者 长期处在一个被动被打的一个角色里 转嫁解释 小欢妈妈长期压抑 情绪才转嫁给了女儿 如果她能当面对丈夫表达愤怒和委屈 对她对女儿小欢都是有益的 真的女儿三天 你为什么要打我 你现在说出来又来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打我 拿小菜菜 我的脾气 我三天 我就没有 我就记不到我说了什么让你打 我做了什么让你打 大姐你这些年太不容易了 你必须通过这个机会把你这些年受的委屈都表现出来 都发泄出来 要不然你回去更难受 你做了些什么 你这一辈子就是一个活该的会计 你没做个活该的爹 没做个活该的丈夫 说句老实话我对不起你 是的 过去我从来就没做对不起你一个字 你恨我们什么 一个恨是你自己删出来的 我们经文也做什么 让你恨 你不要跑 你作为男人 自己做就要承担 你今天站在这里承担了这些 你以后才有可能用你的行为补偿这些 我们就想把他那个伪装的东西撤掉 因为真正的道歉是发自内心里的愧疚 如果内心里没有愧疚 道歉反而成为另一种伤害 所以我们冒了一个险 对不起 不要抬起来 他没有感到满意的时候 你不要抬起来 你的鞠躬的幅度都不够 我腰疼 你鞠躬的幅度是不够的 来 我来给你找一个标准 鞠躬 再低 原来专家要求小欢爸爸 他必须面对妻子深深鞠躬 通过这样一种极致的形式 去表达他对妻子对家庭的愧疚 我觉得为了表达你的诚意 你必须把躬鞠到位 而且你不能抬起来 他玩下药之后 我觉得把他最后的防线吃了一个大炮 把他所谓的父亲的自尊 男人的自尊也给他打炮 你不能抬起来 如果妈妈没有感到 他能够原谅你的时候 你是不能够抬起来的 好吗 你这些年就找 天天在找恨我们的东西 你心里就生日就是恨 你没有做过 没有承担过一天的做爹的责任 你不怕有这个女儿 真的 像你这个样子 还想有那么棒 小灰妈妈 你表达的真好 把你内心压抑这么多年 你表达出来 你看 是不是让他一直这样弯着 算了好吧 给他起来吧 他腰疼 你能原谅他 能原谅他 只要真的发自他内心的知道他错 你就能原谅他 是吗 就能原谅他 小灰爸爸 你被原谅了 谢谢 我是一个真正的自私的人 我觉得我没有跟你父爱 我已经告别了我情 我不是个男人 我更不是个父亲 我从现在真的是把我自私的心里拿掉 做一个真正的父亲 好像积了很多年的东西 我宅在卸掉 随着阻挡在他们之间历次的拔出 盔甲的卸掉 他们之间的积怨也在一点点的消除 我们从现在开始 像一家人一样 重新开始生了 实现我许过的缘 谁的眼泪在飞 是不是流行的眼泪 变成了世界上 每一刻不快乐的心 谁的眼泪在飞 是不是流行的眼泪 我太过失了 我太过失了 我太过失了